地震和台风影响了花莲地区垃圾转运到台宁和平厂的工作 为此花莲县议会主了专案小组 19号上午前往了花莲市垃圾掩埋场现刊 并且听取环保局的简报 希望垃圾去化堆址的时程可以赶快加快 19号上午花莲县议会专案小组召集人胡人士一行人 特别前往花莲市垃圾掩埋场进行考察 并听取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的简报说明 而每逢持续进入东北季风的季节 不论施工所或议员都时常接到民众投诉 空气中时常有垃圾臭味 令人相当不舒服 所以垃圾去化必须能够加速 议会这个专案主要是要来看我们花莲市垃圾处理的部分 在今年花莲历经了零四零三的地震之后 还有风灾 那导致于我们目前我们看到 这个堆滞场这个垃圾不减反而还增加 那尤其这个东北季风又要到来 我们这个美轮地区的民众 在这几年也饱受我们这个垃圾之后的这个痛苦 那也多次的跟办公室呈勤 我想花莲市公所也接了非常多类似的案子 那今天特别来这里就是主要能够跟这个我们环保局来去做双向的沟通 来解决我们目前这个花莲市跟吉安湘每天产出的这个生活垃圾 我们应该要如何妥善的按照我们的骑程跟进度 能够在转运的过程中不受影响 其实只要秋冬一到那个风向吹过来的时候 可能在美轮地区的部分的民众 都会闻到非常非常不好闻的一个味道 那其实我们常常有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 也曾经有到环境部这边去做一个反应 那看看未来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做一些改善 那我想当务之急还是要先处理我们垃圾整体的一个区画 只要垃圾没了我想味道就不会再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环保局表示花莲受到地震以及台风影响 转运中断26天 直到8月底止全线8个转运平台 一共堆置将近有11万公顿的垃圾 如果全部去划需要将近6年的时间 最后专案小组做出三点决议 一由环保局协调申请通行权 确保转运顺利 二研议扩充其他轻运途径 三与台泥协商启用第二炉 以缩短垃圾去化年线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